大家好,我是东东的周老师 今天是除夕 在大家都跟家人团圆的时候 我欣赏到了一盘非常精彩的棋局 这盘棋是日本的棋胜战预选 拿黑棋的是众艺井小妹妹 最近她的状况非常的火热 近十盘棋的战机 她竟然是九胜一败 这个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那拿白棋的是小林全美 小林全美今年44岁 在20年前的话 她应该是日本最强的女流骑士 不过现在因为当妈妈比较辛苦 最近十盘棋的战机是三胜七败 因此在这盘棋开赛的时候 大家都相信状况这么好的 综艺井小妹妹应该可以顺利获胜吧 结果呢 棋局的内容 有一点出人意外 小林全美的白棋下得非常的好 很多时间都是占到了优势 现在我们看到棋局的进行 可以发现白棋的实地比较多 黑棋的希望好像是要围中央 不过中央的地没有那么容易围起来 所以黑棋一直是比较辛苦一点 现在我们会发现 上方的黑棋已经两眼活 不过呢 活得有点辛苦 因为黑的活得比较辛苦 所以白棋左上角的这一条大龙呢 就比较不是那么害怕 等等我们会看到棋中的关联 一直保持优势的白棋 下得非常的好 即将来到最厉害的胜败关键 好 现在就是胜败的关键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 这个左上大龙 整条大龙的这个死活 可以看出呢 中央是没有眼睛 左上角的局部 好像也做不出两个眼 可是呢 因为跟右边的黑棋有点关系 所以最后还是可以做活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白棋 最正确的下法 那黑棋要杀他的话 这边有一个挤的先手 如果不管右边的黑棋 我们就来杀杀看 会发现 哇 白的这个形状很难做出两眼耶 譬如说这边是假眼 下这个没有用 那跳的形状好像比较漂亮 结果呢 黑的点这一步 厉害 白棋再挡 黑棋可以点这 这样大家就看出来了 白棋真的做不出两个眼睛 可是呢 因为白的一这步棋力道 三这步棋卡道 所以呢 黑棋的死活也出现了问题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因为黑棋活得比较辛苦 所以呢 会让白棋在做活的时候 顺便可以杀到黑的 也就是说呢 黑的不能够这样子杀 黑的想杀的时候呢 会发现 必须要中途呢 回过头来补活这一块 那白的就可以很顺利的做活了 最简单的活法 跳这个好了 就跟刚刚不一样了 看 很轻松的做活了 所以 结论就是说呢 白棋现在只要 在这里安全的补活 就可以继续保持优势 那实战呢 小林全美吓得非常有气魄 把整条大龙都丢着不管 直接吓到这一步要点 这样子右下角黑的已经完蛋了 至少 这五颗黑棋是救不出去的 那问题就是 左上大龙到底会不会死呢 现在终于锦下得很棒 拔出刀来 马上砍过去 局部已经死了 白的想冲 黑的吓得还是非常好 现在来到了胜败关键 黑的下一步棋只要下对的话 白棋的整条大龙就全部都死了 那么黑的应该下哪里呢 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因为白棋 在做中央眼睛的时候 黑的必须要灭眼 所以白的这个贴 还有这个贴 还有这个贴 三个贴全部都是线手哦 因为黑的都要来这边破眼 所以黑的气是完全紧住的 那在这个景气的情况下 黑的要怎么样下 才能够牢牢地封锁住这个白棋呢 这一步棋就是胜败的关键 请大家可以停下来想想看 怎么下 黑的就可以把白龙全部杀死 如果能够答对的话 那么你的起力就真的太强了 我们现在来看答案哦 有人想到这一步尖吗 很不容易想到 对不对 如果你有想到的话 就真的太厉害了 我们来看看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等等这里有眼睛 所以黑的必须把眼睛给破掉 然后白棋这个也线手 黑的还是要破眼哦 这就是刚刚说的 三个贴全部是线手 那现在看起来黑的气很紧 我们来进攻看看 如果冲的话黑的就退 杀不到 所以白的最厉害是先断 然后黑的可以打一步 然后赶快补 这两个补都可以 都很好 然后白的就只剩下 这条路可以冲出来 现在跳是漂亮的形状 冲跟挖都差不多 我们会发现 手术虽然很长 可是白棋呢 很明显地抓不到中央这一条 也就是说 那么做不出两眼的 整个大龙就全部都死了 如果终于锦选择这一步 一这样尖的话 相信他就可以顺利地逆转胜 那很可惜 他下的是这一步飞 有没有跟很多 奇迷朋友们想的一样呢 这一步飞确实是第一杆 可是接下去 小林全美下得好好哦 请欣赏一下 这一步冲是绝妙的一首棋 下得太棒了 如果黑的照第一杆 挡住的话 白的就利用刚刚说的先手 有三个贴 这三个贴全部是先手 然后接下来这一步碰太漂亮了 黑的切不了 你看哦 这边有一个铺 哇 接不起来了 完蛋了 那如果这三子被吃的话 白的也做出第二眼 黑的也输了 所以黑的不能这样切 那怎么办呢 我们从这里来下下看 然后白棋这一步段也很漂亮 很难下也 比如说如果下这的话 看又接不归了 这三个子又接不归了 黑的又输了 那如果从这里打呢 还是一样接不起来 真好可怕哦 这个是反题 也不行 所以黑的这样挡住也不行 一段就完蛋了 那变成只能退 哇 那这样子的话 被白的从这边这样跑出来 黑的就真的抓不到了 因为下面这边很薄弱 这边的气也很紧 所以白的很轻松的就可以冲出来 结果呢 综艺井也发现了 他应该漏算了这一步冲 好可怕的好棋 黑的就只好下这里 那接下去 白棋就漂亮的做火了 请大家最后想想看 接下来白棋做火的要点在哪里呢 提示在中央这边有一步好棋哦 可以很轻松的做火 那请看答案 就是这一步 非常的漂亮 黑的如果这样子来破眼的话 白棋就下这个 然后挤没有用 已经呢 做出了睁眼 所以黑的就输了 那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挤这个 白的很冷静的黏在这里 然后黑棋冲 白的就做火 虽然好像也吃到了一大片 可是因为右下角损失太大了 所以后面虽然关子收了很久很久 可是完全找不到机会 这盘棋小林全美真的下得非常棒 很恭喜他可以击败这么厉害的小妹妹 那么我们今天呢 看到这边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下回再见 大家拜拜